欢迎时日锁定下午点中天整点新闻 我是黄一清 马上带你来关心的是 现在猪流感疫情扩大 也包括了台股都受到影响了 今天上演沙很大 尽管这个大盘开高上涨将近70点 但是半小时内随即翻黑 盘中一度重挫了197点 中场下跌175点 是以5705点05点作收 成交量是1368亿元 而受到了全球猪流感疫情扩大的影响 加上第三次江城会利多也不如预期 还有再加上马总统认为 陆克来台总量需要管制等等 现在都导致了现在的观光族群一片惨绿 不过证券分析师认为 今天的成交量没有出现巨量长黑 只要多头能够守住5500点的重要关卡 后市仍然是有利于多头酝酿下一波攻势的